2022年,是粵劇《帝女花面世》65周年 桃花源粵劇工作社将重新演绎这段经典戏剧 一共策略了9个表演项目 1月履行的首场演出大获好评 原定于今年举办的专业版演出 因疫情关系将《信言》至明年6月 在西九戏剧中心原班人马演出 其他项目即在今年内继续按原计划推出 除了对原版粵劇的再次演绎 今次桃花源粵劇工作社跨界合作 推出了黑合剧长节 长平影像65影集等新的演绎 他们相信向粵劇《铁三角任白堂》 最深的致敬是继续创作 让传统文化艺术连接新一代 黑合剧长节 利用《帝女花》里面的情节 你们可以发展到一些不同的实验剧 去让人感受粵劇是什么 或者感受帝女花曾经给我们的一个情节 令到你觉得和自己当代有没有一个摺轨的信息 2022年尾 桃花源粵劇工作室 将请台湾著名音乐家 重新普写帝女花的音乐 在这个基础上 和香港管言乐团合作开展音乐会 除了有戏曲、戏剧、粵曲的欣赏之外 在文学方面、美学方面 甚至乎是在人生的哲理方面 和社会的关系方面 我们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启发 虽然《帝女花》的故事发生在明朝末年 但其中表达的情感 仍然可以穿越时空来到现代 今时今日 我们除了需要浪漫的爱情 更需要对国、对家、忠贞不如的气节 这个也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精神 感谢观看